有些鼓勵模式有時候不見得能用 因為如果有些公司它目前沒有發鼓勵 你沒有辦法去判斷它到底未來鼓勵怎麼成長 資料不夠你沒有辦法去算 不然財務資料未公開你沒有辦法算 那有幾種方法 第一種叫本益比本益比我教過對不對 本益比每股市價每股最後英語本益比市價出於每股英語對不對 那每股每股每股英語就是這個股票這個這個股有多少英語 如果這個股票有有兩塊英語 然後這市價是多少 市價是30塊 這本益比是幾倍 15倍 你用30塊去買一個股票 而這個股票會有兩塊英語 所以你用30塊去買兩塊英語 比如說你買一個英語你要花幾倍的錢去買它 15倍 知道嗎 那這個倍數越高 越好越不好 同一家公司來看 是不好的 不能跨產業跨公司比 知道嗎 不能跨產業 同一家公司的話 我們當然是希望選本益比 低的時候買進 本益比高的時候 表示這股價太貴了 對不對 這個本益比的倒數 本益比的倒數 高是顛倒對不對 對不對 好 如果說是30 跟兩塊 如果你花30 去得到兩塊 這個報酬率是15分之一 懂不懂 就變成一個報酬率 所以本益比的倒數 這是報酬率 本益比越高 到報酬率就怎麼樣 越低 一樣的報酬 你花的越高股價去買 好 但是不見得每一家本益比都是低的 有些公司呢 他本益比 他的價格 不是在看現在英語 他是看什麼英語 未來 知道嗎 未來 股價不只反映現在的英語 他反映未來你的對他想像 我現在你這家公司一英兩塊 這家公司一英兩塊 兩家公司都一英兩塊 對不對 可是這家公司呢 30塊買到 到這家公司要60塊才買得到 那憑什麼兩塊的英語 要60塊才買得到 因為這60塊不是反映這兩塊啊 60塊是反映無限的未來對不對 他一定是認為未來這家公司怎麼樣 成長性怎麼樣 高 未來英語會不斷的成長 知道嗎 那所以本益比高 我們就稱為什麼 本什麼比 本夢比 夢比 我講真的喔 股價是一種夢耶 真的耶 股價是對未來的夢耶 有些股價真的是 他有一部分齁 是反映現代實體資產 好 福人大學沒有夢 福人大學還是有價值啊 福人大學未來不打算經營 可是福人大學還是有價值啊 這個土地就有很多價值啊 對不對 何況未來有夢啊 夢也要放進來這裡啊 對不對 你看以前電子公司那個剛出來說 只是一個工作室啊 電子工廠那小小的東西 對不對 如果說很多事務基金 專門在投資很小的公司 剛出來的創投有沒有 對不對 創業投資老實說沒有什麼 就是跟know how而已耶 什麼都沒有耶 對 你看實體資產零 一個電話 一個機器在那邊 一個工作室 對沒什麼資產 可是他價值不見得低啊 知道嗎 因為他反映什麼 我們對這幾個 幾個他們幾個經營團隊的夢 知道齁 夢也是 夢也是價格呢 只是會破掉 怎麼弄 他會破掉而已 他也是個價格呢 喔 很奇怪 價值感齁 價值感這東西不能 不能撐金論量 真的啊 你今天 今天一雙那個Jordan的鞋子 賣你三千塊 可是Jordan親自簽名 賣你多少錢 三萬塊你就買了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那是一種價值感 懂不懂 反應值 這個要算價錢的咧 懂什麼要算的咧 所以反映一些 很多很多價格是反映一些很抽象的東西 啊 他越具體就越容易成立 而且我們大部分的價格 說實在實體資產齁 真的好公司 實體資產 實體資產出反映價格 通常都不到十分之一 真的啊 不到十分之一 十分之三都是建築在 他勾勒一個彎 彎子未來的夢 在本夢比 但是只要是勾勒在一個未來的夢 夢就抽象的會怎麼樣 會破掉 但是這樣子 如果說我預估 這家公司大概 大概合理本益比是二十倍 那每股英語是兩塊 那你就預估他合理股價值多少 就四十塊就這樣子而已 類似這樣的概念 就比較簡單 好 所以你看到本夢比 本益比 我們把公司套進來之後 公司套進來之後 那這個是 這個是盈餘 這是盈餘 這是鼓勵 這個算我不關你 大概是這樣算 這盈餘就是鼓勵 那這是鼓勵發放力 我公司有兩塊 我公司有十塊英語 但是我發放三塊鼓勵 那就是鼓勵發放力 鼓勵發放力 要求報酬率 這是預期鼓勵成長率 所以我們剛剛講 其他條件不變 鼓勵發放越高 要求報酬率越低 預期上越高 本益比喻越高 但是鼓勵發放會同時降低什麼 鼓勵成長率 對不對 知道 因為你發放之後 你公司未來就不成長 不成長 未來股力就不會成長 所以呢 鼓勵發放率對本益比 有不確定的影響 這第二點 第三點 是本益比的倒數 就是投資者 投資在股票的什麼 報酬率 那如果20倍 就是5%的報酬率 20倍的5%的報酬率 就是本益比有個缺點 你知道嗎 如果要算本益比 還算股價的時候 有個缺點 蛤 沒有考慮到負債 蛤 不是 不是 不是沒有考慮到負債 不是這意思 而是 英語一定是扣掉負債 扣掉利息費用之後的 給股東的東西啦 誰知道 過去的資料算出來 過去資料算出來 所有東西都是過去資料算出來 我們沒有辦法預測未來 未來都沒有發生 蛤 規模 不是規模 蛤 欸 這個 這是 我說 他有個缺點 你有都有資料 但是還是不能算 本業跟業外 這有點小缺點 但是 還不是 最大缺點是 如果公司剛好今年 美股英語是付的 有沒有可能 要虧錢啊 你就不能算 不能算 你不能算 因為付的怎麼算 對不對 一塊英語集多少倍 啊付的英語怎麼算呢 付多少倍倍的價錢 沒有這個東西啊 所以 英語是會付的喔 欸我們2009年公司沒有好幾家公司都付的啊 你們公司賺還賠 賠啊付的啊 那你公司沒股價嗎 又不是沒有股價 對不對 有股價啊 回神 快點 還困了 但是他很厲害 他還在夢周公 可是同時也會 周公會告訴他 我唱了什麼課 很厲害欸 有沒有 有一種叫股價淨值比 我覺得這個 這個很好很好 很好很好 四價淨值比 不是除以 不是除以四價 不是除以美股英語 是美股什麼 淨值 淨值 淨值通常不會付的吧 也有付的啦 但是在你少之又少對不對 蛤 什麼 有付的嗎 淨值是付的 要下市 要下市 欸福特汽車淨值都付的呢 福特呢 全球百大品牌呢 他在講 好幾年淨值都 我今年看他資料 淨值是付的呢 就是公司沒錢啊 倒貼這樣子 怎麼可能 那有啦 那少是又少啦 淨值比就不會付的 淨值就OK 他就可以 那 市價淨值比 比較高的股票 注意喔 我們都視為成長型股票 市價淨值比較低的股票 我們視為 價值型股票 各位有沒有聽過成長型跟價值型 有齁 那 那我們怎麼去歸類一個公司 叫成長型跟價值型 有這PB比 最常用的 那你說老師 我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歸類成成長型跟 我為什麼要歸類成長型跟 價值型 價值型 靜庭 蛤 成長型的那個本益比 比較高 那價值型大部分本益比 比較高 我知道 就跟他差不多啊 我現在說 這個對你投資有什麼意涵 這樣喔 嗯 好 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我聽一看 我沒有 那個 重裕 誒厲害囉 價值型會長期持有 那成長型呢 短期持有 很好 我覺得這是個想法 我們一般是這樣子講 就是說 我們景氣循環的時候 好的時候 要買成長型 我們叫做 長時 長時 重 是 太好了 跌時 重 直 很好 我們就少數幾個字 他其他不要管他 長時 長的時候 要重什麼 是 那個氣勢 跌的時候呢 要重直 那個直要好 那我們一般股 一般這個股 好的時候呢 我們要找成長型 好就是好的時候 要找成長型 是是 它勢如破竹 它會一路飙 價值型不會飙 像中鋼 從來沒有飙過一百塊 那不好 那個美股英米很好 沒有飙過那麼多 它是值 所以中鋼是標準的PV比 是低的 知道嗎 它標準 它這個是 那跌的時候呢 你就不要買那種 虛無缽缽的股票 你就不要寄託於夢 你就寄託於實在 知道嗎 成長的時候要有夢 就找夢股 成長型的股票 另外就是夢股 那個成長支架比較低的呢 那個叫什麼 持股 實際的 或是實際的 隨便啊 反正你們懂我意思就好 那除此之外 有什麼市價營收 成本法 都會去看 那事實上 我也對資產的評價也很有興趣 我最喜歡評價那個無形資產 因為我對那個評價概念 很清楚 但我自己也在做一些 國內的一些 國內的品牌的一些 無形資產評價 品牌評價 如果你這邊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跟我討論 但是我沒辦法上那麼多 那個就是 這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部分 好 我覺得 我今天 我今天 秀的東西有些數學符號 但是我今天沒有特地講數學符號 有沒有發現 我只講個概念 你看到數學符號 你就把它當作圖騰 就好了 圖騰知道嗎 看不懂的東西 知道 你知道我現在所講的每句 每句 它的背後道理就可以 我們現在開始講這個 期貨 我禮拜六講過對不對 接跳 跳 跳 我再重講一下 期貨的最大特徵 期貨是20世紀最成功的商品 記起來喔 期貨是20世紀 它是最避險 又是最投機 對不對 它完全沒有違約風險 因為違約風險在哪 誰身上 在結算所 結算所 也不可能讓你違約 因為它會給你什麼 斷頭 對不對 就這樣子 所以你完全沒有任何違約風險 所以你買期貨 你不用擔心 有任何的糾紛 對啊 你有糾紛嗎 那不是期貨本身的問題啊 我是說糾紛 你說你幫我斷頭了 我糾紛 我就告你 不可以幫我斷頭 那我叫糾紛 他說你這個資產 就是那個叫糾紛 他設計的時候 沒有 像我們聯動資產商品 就有糾紛啊 對不對 因為他沒有告知 沒有什麼啊 騎貨說 你沒有給我告知 說他會讓我套牢 沒有啊 這完全都是風險預告的好啦 對不對 他沒有任何糾紛 他也不會說 他因為對方倒所以 你拿不到錢 沒有啊 懂不懂 所以他是沒有糾紛 但是你要冒風險 是完全冒什麼風險 市場風險 就這樣 第一 標準化契約 沒問題吧 唯有標準化 才有幫我創造流動性嗎 沒有標準化就你兩個在彈就好 你自己玩就好 標準化就是大家共同接受 共同認同 如果大家共同接受 大家共同認同 就要不要怎麼樣 標準化 對不對 籃球有沒有標準化 還是你 我要打大顆籃球 才爽 我籃球家矮一點 我才沒有啊 他如果要變成全世界運動 他要不要標準化 要嘛 大家接受就要標準化 第二個是保證金 保證金我已經講過了 你做期貨交易 你買期貨都是未來的東西 現在要不要付錢 不用付錢 對不對 可是要確保你履約 所以結算交易所要 結算所要給你什麼 保證金嗎 保證 我上次有講過 保證你能 在賭桌上 能賭的 賭金嗎 不是嗎 期貨交易就是用賭 對啊 就是用賭啊 你說我們賭什麼 賭都是兄弟向銀 你賭同一是銀 我賭同一是銀 我賭同一是銀 我就賺啊 我賭同一是銀 我就賭啦 我今天買期貨是賭 股價什麼 漲 我買一定有人賣嘛 有人賣一定是賭他什麼 對啊 漲我就賺 不是賭 而且又沒有任何東西 就是最後你給我錢 我給你錢而已啊 不是賭賭 有沒有真的東西 有沒有這種東西交給你 所以期貨交易 它本質就是賭 真的啊 投機就是這種賭 當然我還可以避險 他因為他搭配其他的 那但是 他本身的設計是個賭 他沒有任何東西都高來高去 買空賣空 對不對 四大皆空 我們看 不是 不是四大皆空 買空賣空 創造繁榮 好 那保證金 保證金還不是說一定那麼多 他會隨時怎麼樣 主持結算對不對 每天怎麼樣 賭 輸贏 對不對 期貨交易是每天賭輸贏 每天都幫你結算 一旦賭輸贏的保證金會怎麼樣 會降 對不對 降到百分之起 百分之原始保證金多少 75 對不對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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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莊家就開始 對不對 叫你什麼 交保證金 補保證金補到原來的時候 你才能繼續讀 如果沒有的話就怎麼樣 斷頭 我講斷頭是怎麼意思 蛤 退出主桌 把你剃出主桌 這個斷頭 你這樣想就OK了 這樣OK嗎 OK啊 知道 知道 我問你誰 你們都知道什麼叫買進賣出嗎 這是成交價 買進賣出 知道嗎 不知道舉手 沒關係 才能就好 請你不知道 蛤 你簡直傷了我的心 不知道 蛤 誰知道 班牌 定位 你 買家買家知道嗎 什麼意思 對 市場上有人想用752這個價格 啊 有人用這個賣價 啊這個人有嗎 啊這成交價呢 啊他為什麼買不到 為什麼買不到 為什麼買不到 對 現在市場上是要26才賣 成家是272525啊 蛤 那是人家賣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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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方 買家是我掛買單啊 對啊 我掛賣7525啊 啊成交7525啊 啊成交7525啊 別人成交啊 因為可能要成交 已經成交了 是之前的例子 不是 對你們講對了 我我這樣舉個例子好了 來開始講喔 掛買單 通常掛地價越多還是越少 好 譬如說 3 6 5 4 2 1 這樣知道嗎 通常掛賣價是賣 欸我在算什麼 這是多少 欸 62 賣價是越高越什麼 多 麥克風 麥克風 你講的麥我說麥克風 哈哈哈哈 7 4 3 2 1 要懂 懂意思嗎 懂齁 成交價是在什麼地方 誰知道 成交在哪裡 58 如果定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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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你都不能成交 欸不是 定58 這些都不能成交 這個符合 啊這以上都成交 這以上總共有 11 17 18個單子 一張買單 你覺得我一定58嗎 我如果定60塊齁 60塊 以下的60塊以上的買單 都可以成交對不對 60塊以下賣單 都可以成交對不對 這邊有幾個 7個 這邊有幾個 6個對不對 知道嗎 有7個 60塊以上買 啊7個60塊 6個 欸 賣嘛對不對 他越賣高他願意啊 買定又願意啊 對不對 可是你6 7個買單 6個賣單 所以成交幾張 6張 好 這個優先成交 這個優先成交 啊這4個裡面有3個怎麼樣 這只能3個成交 對不對 啊這個是不是都成交了 好 你看喔 你看喔 一旦成交之後 這個是好 這個不見了 這 這成交之後 是不是也不見了 只剩1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成交加是幾 60對不對 買 剩下買單 剩幾 是不是60 啊 剩下最好的賣單是幾 61 他就這樣報 啊這樣 懂不懂 啊 終於了解了 啊 終於總算學到一個東西 對不對 又簡單又輕鬆又愉快 啊 又知道一個 從來不知道的東西 啊 這個買家賣家 他這個整個報價制度是這樣的 這個60塊 他 他也爆滿 為什麼買不到呢 因為 他為什麼買不到 那個為什麼買不到 因為 如果價格比完之後 接下來是比時間 啊這個人是蓋60 這個人是在掛60塊 他是最後才掛進去的 啊 所以先面的人就怎麼樣 先成交 大概是這樣子 這樣知道嗎 清理懂不懂啊 懂了齁 為什麼在掛買家賣家 你看 他不是這裡就是這裡 你看 這還有那種耶 分開的對不對 啊分開的 啊 7572 剛好全部結束 那剩下757 跟7576 啊 這樣知道齁 GX有沒有講過 沒講過嗎 等一下講 左收 知道是什麼嗎 昨天收盤 開盤知道嗎 幾點 收盤呢 沒有收盤喔 收盤就成交啊 對不對 最高 最高是怎麼意思 盤中出現最高嗎 盤中出現什麼 最低 這樣OK了嗎 每個電話都看得懂嗎 好 啊 好 嗯 還好 有 好 我要 一 感谢观看